好 再来看看的是立法院司法委员会针对特征组的存废 今天是要来检查总长黄世民被询 涉入关收案的民进党总教柯建民就逮到机会 第一个质询黄世民 他痛批呢 特征组违法监听 这是特务治国 还好几次拍桌子 呛黄建民说 黄世民说 你死定了 我们法院见 不过对于自己涉入的关收案 他自己却是轻轻逮过 专人相见 奋外引红 柯建民在立法院强碰检查总长黄世民 这个机会怎么能错过 涉嫌官说 直询 察官说的 这样的奇特场景在立法院火深深上演 你什么资格去把这个报复马总统 因为前涉及的等级 甚至到大院的院长 这是你案件关为 关注这个事情它本来有关的 你是不是完整的一文 对 关说的是完整 完整 完整 你已经死了 到法院见了 怎么会呢 你不要回应 看看你是解义的部分 他后面还有我跟律师谈的 你都和本案有关的 你死了 你死了 检查总长坦言 关注案和马总统报告过两回 但司法关注案 柯建民明明有嫌疑 不过镇上直轻台却理直气壮的很 到底是谁头脑不清 涉入关注案的立委 不管是不是总招 在立法院多有分量 拿自己的案子来咨询检查总长 这样的国会还有秩序吗 检查总长耐住性子 让柯建民畅所欲言 但他上台一次还不够 到了下午干脆大喇喇插队想发言 国民党大党边林侯池 看不下去 出面置之 企图搬出议事规则 堵大家嘴巴 柯建民以资深立委身份 拿下发言权 但不管讲再多都不能改变涉嫌 司法官说的事实 难得起大早 第一棒直询的柯总招 一次一句都在践踏国会形象 终于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柯建民涉及司法官说 大言不禅 国会怒呛 这就是我们的国会议员吗 民进党为何不处理柯建民 一样官说两套标准 司法官说案 不许柯建民糊弄 懵混全民 追到底